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 在中国,人权不是一部分人或少部分人享有的特权 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的人权 我们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、促进者和受益者 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首先,人人平等的口号在历史上出现了很久 中国强调个人人权以集体人权的统一 而不是让个人人权凌驾于集体人权之上 或者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不承认集体人权的存在 比如说发展权和和平权 其次,中国强调人权的真实性和普惠性 强调由实践来检验 那么决策的重点是人民的福利 是人民之上 不能是口惠而实不至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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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